哈囉大家 歡迎大家來到這一場 從數位視角出發的民間版數位政策白皮書 那我們這場講者是宇昌 他是一個自由軟體工作者 然後也擔任過公民記者 然後參與過開放政府政策的討論 那也還有大大小小就是G0V的專案 都有他的主機 如果大家對公民科技有興趣 然後去參加G0V專案可能也遇過他 那今天他想要嘗試探索 就是什麼是數位視角 然後並且從數位視角 就是來看數位政策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希望這份數位政策白皮書 就是可以達到抛妝影域的效果 然後產生什麼樣的改變 那我們現在就掌聲鼓勵 歡迎他上台 大家好 那這個民間版數位政策白皮書 其實我想了一陣子 然後大概前前後後 也大概想了快一年左右的時間 然後才冒出來 好那我先 欸 不好意思 喔 還沒有出來嗎 對 對不起 那這樣的話 應該是可以鏡像 先鏡像一下好了 這個鏡像 看一下有沒有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請稍等一下 播放 他沒有辦法鏡像 幾次問題 等我一下 應該是這裡要先調整鏡像 那我趁這個機會就順便宣傳一下 就是我們的貢筆連結 在HackMD上面 大家從議程表點進去就可以找到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去貢筆 然後如果有任何問題想問的話 就是在貢筆連結上面 這邊有slido的問題連結 那大家在聽議程的過程中 除了寫貢筆也可以想到什麼問題 就先打開slido上面 那最後我們除了可能回答現場的觀眾問題之外 也會從slido上面找問題來回答 保留 保留 大家可以先趁這個機會搜尋一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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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重新開始 好 大家好 我是語昌 那很開心大家今天來這邊 聽我談民間版書為政策擺皮書 那其實我自己經歷過非常多不同的工作啦 那我介紹的時候喜歡說自己是自由軟體工作者跟公民記者 但事實上我有帶過NGO 也在唐鳳政委辦公室帶過做開放政府 那後來也有在 包含民間的其他的產業工會的NGO 有做過一段時間 然後也在類似智庫的地方做過 所以大概策略了非常多 那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我就一直會疑惑 那數位政策到底應該長什麼樣子 好 那就是今天的活動有一個slido 歡迎大家就是可以先掃slido 有任何的問題呢 可以直接先在上面提問以免等一下忘記 3 2 1 好 好 首先我覺得可能第一件事會想要 也請大家起來思考的是數位政策到底是什麼 你先想一下在你腦海中浮現出來的數位政策 有哪一些長什麼樣子 那其實呢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其實是來自公型的老師們他們一起和諧的一本書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其實就是他們看到的各種數位政策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包含像資料開放 民意調查 網路輿情 電子投票 數位服務 mydata 人工智慧 政府採購公司協作資料治理 區塊鏈 AI 量子電腦 增益訊息 各支保護等等 其實你會看到很雜 有些東西好像放在這個分類可以 放在另外一個分類也可以 它好像可以掛在一起 好像又可以分開來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本書 是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 它也提到了監控 科技的偏見 又數位公民權 又有公民的參與 數位自主權等等 你也看到其實這些東西好像也是都很善 那這些很善的東西有沒有機會整合在一起 那這其實是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回過頭來看其實就可以看到 從公行它是談數位治理 氣管談數位轉型 法律有自己的談法 媒體有自己的談法 大家都有各自的談法 那這個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你會發現其實他們 把它們盤出來後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就是各種東西打在一起 然後政府跟人民之間有自己該做的 然後政府跟產業之間有 人民跟產業之間還有 那這是我前一個版本盤的東西 那我盤完以後其實就一直卡在這裡 因為我覺得好散 然後每個地方都有資料強化 資料治理 跨部門協作等等類似的東西 那它到底有沒有機會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因為我之前有接觸過服務設計 服務設計的時候其實就會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看到這麼多都是綠色 都是建議解法的時候 代表你漏了一件事情 就是真正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需要這些解法 它一定是有個問題需要解決 所以我們到底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呢 那這個過程你就會發現 其實大家其實大概都有碰到一點問題 可是呢 大家從各自的領域出發 去看問題的時候 就會變成像剛才提到的像蝦子摸象 大家都是我的領域 我的專業 遇到了新的數位技術 遇到了新的數位環境 好 我怎麼去適應它 我怎麼去應對它 這就變成我的數位政策 可是呢 我們也看到這幾年來 有非常多的東西慢慢的電子化了 報紙變成了網站 電視有OTT平台 廣播有Podcast Wikipedia現在已經比百科全書還要豐富了 那書本也有電子書跟各種評論的網站 那數位其實它不是只是一種技術 它更是一種趨勢 一種東西好像都會慢慢的跑上去的感覺 那在Kevin Kelly的這本《必然》 他其實就有提到了許多趨勢 那這邊我就不複述 它其實非常多包含行程 認知 流動 評讀等等 那其中裡面其實有一個例子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覺得這邊看完以後 應該要先想的一件事情是 數位技術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數位技術的進化 它就是讓資訊的流通的速度 變快變多 而且讓它們之間更容易連結 去產生交互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這個流通的變快變多 更容易交互這件事情 其實並不是只出現在資訊上面 包含以前巴別塔提到的是人類的語言 那語言承載的是知識 或者是以前的度量痕 這些東西其實也都是讓這些連結可以變快 變快變多 然後更容易連結 那我們回來看以前的通訊傳播是什麼 很多時候是馬帶著一堆書本移動 到那個地方 然後他可能拿著書一看就是兩三年 然後消化出這些東西 他在寫書可能又是兩三年 然後可能又是兩三年 又這個馬才把這個書帶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以前的世界這個資訊的流動是非常慢的 可是這些資訊放到現在會變成什麼呢 像輪語.RR才24.3 24.KB 那現在我們有各種東西都比它大非常多 現在我們有了電子書 電子書後面它可以承載的量 比這個更多 它不是只是一本書 它還有更多本書 那我很喜歡Kevin Kelly裡面的一個比喻 他說電子書其實很多人會以為它是書的電子化 但其實它不只是書的電子化 你可以設想一個電子書它可以聯網以後 你可以在上面買書 你可以在上面租書 借書 這就好像它不只是一本書 它更是一個圖書館 或是一個書店 那麼我們看書的時候有的人會習慣在上面做筆記 如果這個筆記可以寫下來 透過一定的這個像剛才提到Active Pub 或者是社交媒體來進行分享的時候 在這些留言上面其實我們可以架構出另外一個更大的社群 然後我可以看到更多其他的人 比如說我可以看到Kevin Kelly他怎麼看這本書 我可以看到高崇健怎麼看這本書 我可以看到小豬怎麼看這本書 等等我可以看到大家怎麼看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在上面互相交流我們的筆記 它的知識不會只是書本的東西 它更是一個社群 更是一個大家可以共創的一個地方 那回來 當我們回來看這個數據以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它有幾個特性 大、快、雜、一 那其實這些東西呢 過去我們真的是相信 這些更多的資訊它是可以帶來更好的民主 那這是一篇2014年的文章 我不太確定有沒有朋友看過 大家可以看 有機會的話可以看一下 那當年其實我很喜歡這篇文章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是世界的趨勢 你看他說原民世代更偏好高度客製化 尊重個體差異 強調資訊公開透明等等 很有提到網路環境 非常不利於政治宣傳的散步 各位看到這邊 你應該會浮現非常多 不是非常愉快的一些經驗 那我其實也是一樣 我當年其實非常相信這件事情 但是直到現在我回過頭來看 我當時候實在太天真了 因為現在我們已經有了網軍 然後我們有各種 公關公司用假帳號在做這些操作 然後拉大我們跟真相的距離 讓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分裂 然後它營造了更多的是 這樣的沉默螺旋 讓理性的或溫和的選民 不太敢再說出自己的意見 然後網路上衝刺著撕裂社會的看法 我們曾經以為增加資訊可以增加民主的品質 有這麼快的網路線可以接上我們的大腦 我們的資源是有限的 處理速度 這都是我們有限的資源 那可是當我們遇到了一切正在加速進行的所有環境的時候 它之間就會出現摩擦 它就會出現許多的不適應 然後我們就會跟不上這個時代 這個時候就會出現各種問題 那摩擦產生在哪裡呢 我覺得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從 我後來想到最後其實看到動人他們一直在推 所謂的System Thinking 那我就嘗試把System Thinking套上來 我就發現其實好像還蠻可以用的 首先這個數位環境是因為外在的環境資訊量變多 然後資訊的速度變快 所以輸入的部分就導致資訊爆炸 資訊爆炸的時候我們就很容易會陷入偏聽偏看 那這不只是人 包含產業公司或者是政府都會發生類似的事情 那我們內在的處理速度跟不上外界的變化 而且有時候僵化的邊界會導致我們沒有辦法聽取到真正多元的聲音 最後輸出的時候會陷入回聲效應而聲音出不去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看到這個社會在社交平台上面是不斷的越來越分裂的 那因為我們偏聽偏看 所以我們陷入了自己的同溫層 我們回到了過往原始時代的部落 我們又各自形成一個又一個的部落 雖然我們叫社群但其實也是一種部落 那所以這個過程呢發生在企業內部就會形成所謂的股倡效應 發生在政府裡面就會出現各個不同部門的壁壘分明 出現在我們之間就會出現在我們有自己的小圈圈 父母有自己的小圈圈 其他人有自己的小圈圈 大家都在自己的小圈圈裡面取暖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呢 有什麼方法可以透過進一步的溝通跟對話 得到更多的共識 再社群化或重建一個更寒容的共同體 這可能就是我們必須要達成的願景 那當然我們還有很多的摩擦 並不是只有社群或部落這件事情 那還有什麼轉型可以來適應數位環境呢 其實就包含輸入的部分面對這麼海量的資訊 我們怎麼去過濾出有價值的資訊 在內在的部分我們怎麼強化自己的處理效率 另外呢跨域的知識整合又該怎麼做 在輸出的地方一方面我們要有效的傳遞資訊 但另外一方面有些資訊該流通 就代表有些資訊不應該流通 資安就是在做這一塊 那這一塊又該怎麼去做強化 那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回過頭來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盤點 我們企業的部分其實是大家比較熟悉 因為企業其實走在蠻前面 它也比較有資源走得更多 所以包含大數據分析服務設計等等 然後內部呢就包含敏捷開發 OK啊等等 新的商業模式 新的組織文化等等 然後輸出的部分有數位行銷 政府也有一些類似 像服務設計或開放政府 內部也是需要跨部門的協作 公司協力 但在個人的部分呢 輸入其實就 我們不一定有那麼多大數據 但是我們有媒體試讀的素養的培養 我們可以有事實查核 那內在我們也有一些好習慣 養成一些好的習慣 然後知識整理的技巧 或番茄中等等 那這其實就是我們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那當然不是指到這裡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政策 所以我們還要再去進一步的盤點 但在產業的部分呢 其實輸入的部分 其實政府的政策還有一些東西是可以做的 比如說要如何建立產業的資料交換的標準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就如同書童文車童鬼一樣 其實有交換的標準 可以加速資料交換 就可以促成更多的應用 那再來是數位人才的進修資源 有沒有辦法透過比如說像Costcap 這種技術的社群去幫產業去 或者是讓產業的人才 他需要接觸新的資訊的時候 他有地方可以去 而不是必須仰賴 執養在企業裡面的資源 那輸出的部分呢 其實就包含 像是企業資料的開放與交換 還有像是強化相關的法則 要逼迫企業去重視資安 因為很多企業他會在這個過程中 把他的內部成本外部化 就是他不處理資安 導致各支外泄 而是其他人受害 而不是他自己 所以這個東西 要能夠讓他去做進一步的課程 那這邊其實就有一些比較細緻的做法 比如說我會認為產業資料標準 可以透過工協會等組織來處理 他不太適合由政府出面 然後不太適合制定成法律 因為法律要修改的話會非常的慢 但是如果透過工協會 由民間的力量去定期的檢討 然後建構個各方厲害關係人 可以一起討論的一個機制 應該是一個比較不錯的方式 當然過程中要盡可能遵循國際標準 如果自己做出好東西 那就把它推動成國際標準 那個人的層級呢 就包含像強化媒體試讀 改變媒體增加優質的資訊來源 然後也有一些職能培訓的部分 輸出呢 就是也是需要去強化各支的隱私 可能是改變企業方面的文化 然後避免各支的洩漏 那政府這邊會比較多一點 政府一方面輸入的部分 它要能夠聆聽到真實的聲音 而不是只是透過輿情系統去收集 有沒有機會邀請民眾進來共創 然後一起去做出好的政策 然後政府內部也需要一個數位治理辦公室 這個它的權責應該會跟數位部不一樣 然後去統整政府內部的資料 公務員數位的精進 那輸出也需要一個便明的資料開放 跟一致的對外溝通管道 那下面其實我就提供一些 比較細的一些看法 比如說這個數位治理辦公室 它應該放在行政院底下 目前數位部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它變成了一個部 它就失去了跨部會協調的功能 但是其實應對許多新興的議題 我們需要一個跨部會協調 而且快速反應的小組 所以這個數位治理辦公室 就可以用PMO專案辦公室的方式 來協調各個部會 召集少部分的部會裡面的負責人 然後一起共同協作 然後跟民間一起協作出 適當的一個政策 資料治理的部分 目前其實最大問題是 政府其實連資料放在哪裡 很多時候都不一定清楚 然後政府國發會 雖然有盤點資料的標準 但是這些資料標準 連命名都不統一 所以這其實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這個過程中 應該要援引國際上的一些 通用資料標準來要求部會去採用 並且有一些固定的機制 來做資料交換 那也需要用MyData讓民眾知道 自己的資料在政府裡面是怎麼流動的 那資訊的人才 政府資訊的人才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讓我滿痛苦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在的一個組織叫黨產會 它曾經有一個員額是做 可以做這個資訊的 可以招募資訊的人才進來 當時候我們找了一個設計師進來以後 這個很快的行政院就過來 希望這個資訊的人才 也就是這位設計師可以幫忙做資安的盤點 然後這個設計的人才 就一個月內就離職了 所以因為政府的資訊人才 這個直系他認為是修電腦的人 但是現在他已經非常的細分 有的人是做設計 有的人甚至是做服務設計 有的人需要做PM 有的人要做前端後端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資料結構的規劃 他不一定是修電腦 甚至還有做政策的 可是這些直系都沒有被建立起來 然後就卡死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其實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然後以及還需要去提升 這個相關人才來待遇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資訊人才的這個薪水成長非常快 但公務員的薪水成長沒有那麼快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很難請到真正的好人才 一起進來 那以及鼓勵公務員要參與民間的培訓 或者是社群的研討會 了解真正的趨勢 而不是像以前我曾經 遇過一個資訊人員 他跟我說他會寫程式 那我問他說你會寫什麼 他好像跟我說叫皮卡索還是什麼 就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個程式語言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他會寫了以後 他就去政府裡面工作 然後他本來以為他會寫程式 結果後來他都一直在處理標案 就一處理就處理了幾十年 然後就都沒有成長這樣子 那再來是一致性的對外溝通管道 就是目前政府其實各位可以想一下 政府是怎麼去接觸你的呢 你可能會收到政府的簡訊 或者是收到政府的信 寄到你的信箱 或者是打電話過來 可是有的時候其實他並不統一 所以會不會 能不能有一個中央層級的 類似像1999的東西 成為政府跟民眾之間 固定溝通的一個API 然後一方面讓民眾可以看見 自己的案件是怎麼在處理的 另外他也可以提供 比較專業的客服服務 讓各個部會來購買使用 而不是每個部會 自己都去弄一個客服中心 然後良悠不起 那最後是開放社群比較關心的開放資料 這是政府其實應該盤點 然後如果沒有中道理由 就釋出資料欄位 然後釋出假資料讓大家可以參考 那如果不釋出資料 也可以釋出他的目錄 並且提供沒有辦法釋出的理由 那如果民眾請求資料的時候 可以透過開放演算法 也就是說你提供一個演算法 給政府讓他去資料庫裡面運算 算出來的東西如果也確認 不會侵害到隱私 那麼他可以成為一個固定的開放資料 來讓大家使用 那最後其實政府還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其實是打造友善的數位環境 也就是說如何幫助人們 或者是產業在這個過程中 去慢慢的去適應新的一個數位環境 比如說完善技術社群的 技術交流的社群 然後幫助民眾去強化數位技術能力 打造優質的媒體環境 跟對社群平台來做克責 這兩個其實是針對 人民輸入的部分來做強化 那數位技術的公正轉型這件事情 應該比較少人提 但以前有一個詞叫數位落差 其實就是講這件事情 就是避免有一些人比如說 一些長輩他還不太容易掌握 這些資訊技巧的時候被落下來 或者是因為這樣而受到傷害 以及推動前面提到的產業資料標準 還有一個台灣特別的問題 就是如何應對來自其他極權國家的資訊站 那數位的公正轉型這塊其實就是 就是之前提過的這種 如何去彌平數位落差這件事情 那其實是之前在做這個 永續跟能源轉型相關的政策的時候 其實就有看到他們近期一直在提倡公正轉型 就是幫忙那些在這個過程中被落下的人 可以轉型到新的工作機會裡面 去幫助新的產業去運轉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可以放在數位這個地方 也來談相關的這個可能 那優質的媒體環境是因為台灣的媒體環境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一直以來都有非常多的問題 但其他國家的做法很多其實是利用公共的媒體的強化 讓公共媒體可以不爆出真正好的新聞 那當民眾可以在家裡面看到真正好的新聞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比較 他就會逼迫這個電視台要提升相關的新聞品質 那再來另外一個是電視台新聞品質很多時候是因為他們需要廣告 需要流量 所以他可能會做一些偏頗或撕裂的報導 或者是甚至他可能拿到不該拿的錢 所以有什麼方式可以提 讓提供他們一個收入來源 讓他們去製作比較好的比較優質的報導 這我想應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我目前也沒有想到比較好的方法 那再來是民主基礎設施的這個概念 因為其實社交媒體上面的討論是影響到民主政治的運作 但社交媒體卻掌握在許多的大財團手中 那當這個假帳號網軍集團在社交媒體上面帶風向的時候 它就會影響到公眾對於民主或對於政治的討論 但是呢這個當自律跟收益需要橫平的時候 通常這些平台會選擇收益 而不是選擇自律 你去光看我們滑臉書的時候會滑到多少 這種詐騙廣告就知道了 所以這種社交平台其實它應該被視為一種民主的基礎設施 因為它幫助民主社會裡面的人在做相關的討論 那目前歐盟其實有數位服務法這些框架 台灣之前也有數位中介服務法 來要求平台負起責任 這塊其實是應該把它做起來 然後不要讓平台為了廣告收入而導致社會的撕裂 那最後這個是資訊站的部分 這個我想大家應該都蠻熟悉的 那資訊站的部分其實需要的是境外視理理想力透明化法 來揭露操作議題的境外資金 那社交平台也可以揭露更多資訊 包含像社團管理員的所在地 粉專管理員所在地 或者像YouTube的斗內 到底是誰在斗內這些頻道主 很多時候可能其實是其他國家的人在斗內 但是我們都不知道 那確保媒體的資金來源是公開透明的 然後不會被其他國家收買 那以及成立這個資訊站的應對中心 更專業的來應對這件事情 那最後我想到一半的時候 ChairGPT很空出事 那其實ChairGPT它有一件 或者相關的AI應用 它有一個蠻特別的一件事情是 它其實提供了一個很不錯的API 而這個API讓人可以跟技術有更進一步的互動 並且讓這些技術能真正的幫助到人的工作效率 所以這其實是我覺得ChairGPT在這個過程中做的很不錯的一件事情 也因為這樣子讓它的應用場景變得非常的多 但相關的問題當然也隨之而來 它包含AI在這個過程中當然可以幫助我們來適應所有的環境 面對這個資訊速度更快 然後資訊量變多的環境 AI可以幫我們過濾相關的資訊 它可以強化我們內部處理的這個效率跟速度 那另外它也可以幫助我們去把 弦短的文字產出更完整的論述 然後來做傳遞 但是這個過程中呢 AI還是會出錯 很多時候你必須要花好幾個小時的時間 來抓出AI的錯誤 所以這個東西 一方面是我們怎麼幫助民眾 也擁有這樣的素養去找出AI的錯誤 另外一方面我們怎麼去避免 包含像輸入的資料怎麼在隱私跟版權問題上去做處理 然後避免資料產生的偏見 那內在的處理呢 AI自己的這個處理 可不可以更為透明 以及真正使用的場景如果出錯了 該怎麼究責 這其實都是還需要討論跟完善的法治基礎 好 所以到最後 所以數位政策談到這邊 我的數位政策的願景是什麼 其實就是第一個 調和人腦跟現在的資訊環境的落差 以及調和其中的摩擦 讓人腦能夠逐步的適應現在的這個資訊的速度 另外呢 就是幫助個人產業或政府建立 妥適的這個資料的循環 幫助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有比較好處理 以及最後 我們怎麼透過再社群化的方式 讓大家從原來的被隔離的同溫層裡面走出來 重新打造一個更好更寒容的一個共同體 我想這是我們接下來要努力的目標 好那我的東西其實也都寫在之前的 Million的部落格裡面 那也歡迎大家再去參考 那我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哇 那邊好多Wi-Fi 那我就一個直接回答好了 Wi-Fi61頻譜開放是NC還述發不該做的事情 其實我不太確定欸 因為最近我比較沒有追到這一塊 好再第二個 開放資料開放政府不是已經談了很多年了嗎 你觀察到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很順暢讓人協作 最大問題在哪裡 這有兩塊 第一個是開放資料部分 開放資料部分 第一個比較麻煩的是取決於公務員在資料方面的素養 我是覺得還需要再強化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很大問題是 通常會去上課公務員都是 真的很忙的公務員或負責重要業務的公務員通常會很忙 他反而沒有那個時間去上課 然後上課公務員他回來以後 他的長官不一定有去上課 他不一定可以用 然後所以這個地方就很容易卡死 那之前我有問過愛沙尼亞他們推動X-Raw的一個官員 問他說你們愛沙尼亞到底是怎麼做到 因為公務員常常他的資料素養是 就是還需要很多的強化 他就跟我說他們給公務員做了一年還是兩年的高強度的 資訊素養的培訓 培訓完就做一個考試 考不過的就全部fire掉 當然這件事情就是我們台灣沒有辦法做的事情 我們台灣很難fire掉公務員 所以很多東西就卡在這裡 然後再來開放政府的問題 開放政府其實之前我在唐王那邊也推了很久 那開放政府其實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在於說 推開放政府這件事情是沒有選票的 這也是非常多真的願意去推開放政府的官員的政務官 最後會受傷的原因 因為他們用力的推了那麼久 但他們沒有得到選票 那沒有得到選票 我如果沒有辦法選贏 那我的長官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浪費那麼多時間在做這件事情 就算我們知道這件事情對於民主的深化是有幫助的 但他沒有辦法選贏 他就滾蛋了 他就再換下一個不一定想推的人上來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我也沒有答案的事情 然後我在各國的開放政府的研討會 只要問這個問題基本上是全死 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這塊是所有民主國家都卡死的一個問題 就是開放政府耗時費力但沒有選票 那我也可以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是大林普的千春案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團隊在幫他們做他們的審議 並且討論出好的方案 然後裡面也有人就後來說 我覺得這個方案我可以來落實 我出來選你們代表可不可以 他出來選了 結果之後他輸了 為什麼呢 因為選民說你來找我們討論是很好 但最好就是不要來煩我們 但是事情照我們的方式做 這就是沒辦法 所以他們最後選了一個 還是會做傳統的選民服務的 他們熟悉的在地的裝腳 來當他們的代表 那你提到對社群平台課責 可不可以說一下具體的想法 會不會是一種言論審查 我覺得這塊其實不會是一種言論審查 一個是其實你可以看歐盟的這個數位平台 數位平台服務法 有點忘記那個名字 那裡面其實有很多是比如說演算法要透明 然後這個我會認為說比如說臉書 他的審查團隊應該要揭露他的所在地 他不能使用極權國家的審查團隊 在審查台灣的言論 然後呢他的這個審查的標準應該更公開透明 或讓大家知道為什麼自己會被 會被block或被封鎖 那這件事情我並不覺得他會侵害言論自由 反而是這些社群平台放任假帳號在臉書上面 到處在散播各種言論 他反而會影響到我們看到真正真人的聲音 而且他會造成沉默螺旋 然後造成很多人不敢講話 這個才是對言論自由的一種侵害 我覺得這塊是應該要被處理的 如果 新興的聯邦宇宙戰場來說也是無端的負擔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你該負起的責任 因為你的平台不是只是你的 它還是這個社會的基礎設施 而維護民主本來就是我們大家都應該盡得責任 會不會抑制社群平台去中心化 有時候去中心化未必是好事 因為去中心化有時候是帶來 極端跟恐怖主義的溫創 那像之前知名的PizzaGate 它也是在像Fortune這些外國的團體上面出現 那更不用說有許多的部落格或什麼環境 變成性私密影像外泄的溫創 那這種對於個人的侵害真的可以 是我們要說要捍衛的言論自由吧 我覺得那是一個我們應該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那再來如果是個人數位能力的提升 能夠擺脫政府的台貨時綁定 微軟OS跟Office嗎 如果我們Office改成訂閱制 我們是不是需要直訊買單 這塊我覺得當然可以有不同多元的選擇 然後也應該有開放的標準 但我也必須說微軟東西有時候好用 是因為它已經被弄到學習曲線相對來說比較平緩 而使用很多軟體有時候也是一種成本 這個成本也要考慮進去一起考量 並不是說微軟的比較好 而是說我覺得很多成本要綜合考量 並不是免費就真的是沒有成本 免費有時候會帶來額外的成本 也需要思考 如果政府媒體都是來自政府表演 媒體還能獨立自主監督政府嗎 當然是不行啊 我們都很知道其實大家都知道 像新美市政府就非常習慣用政府表演在控制媒體 所以這一塊其實我覺得應該要有一些比較公正的來源 或者是比如說Google最近有在台灣推的一些給媒體資金的一些方式 那我這邊也鼓勵各位 如果你覺得有一些媒體不錯 比如說像我自己會喜歡報導者之類的 我就會定期定額去捐給他 那如果你覺得有哪個媒體不錯 請你定期定額的捐給他 幫助他去做好的新聞 那這與過去不同是有不找民間資訊人士進入數位發展部認知 請問你對他們如何改變界文化有什麼建議嗎 我之前也是進去過啦 那其實我不是進數發部 我是進之前PITIS那邊 那我會覺得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不要先帶著成見 然後去聆聽公務員他們為什麼卡關 你會發現其實有時候他們不是不想做事 而是各種東西卡住了 那我們怎麼在這個過程中 透過更高層次的權力去幫他們協調疏通 去做到該做的事情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過程中可能有很多挑戰 然後有很多問題 那這個問題其實不是只有台灣才有 各國都有 那像 英國有一個研討會 好像也是9月快半了 然後大家也可以去聽 叫 Service Design in Government 那他們裡面就會提到非常多 怎麼跟公務員交手的一些過程 那歡迎大家也可以去參考 那你看到這邊 謝謝 那時間關係我們問題就回答到這邊 那如果有想要 謝謝 那如果還有問題想要跟宇昌交流的話 歡迎大家待會在會後 就是到旁邊繼續找他互相交流 那我們就再次掌聲鼓勵 謝謝他 謝謝他 謝謝他